平时我们应该都见过蜜蜂 也见过苍蝇对吧 但是我今天抓到这只 你很可能没有见过 即使你见过 你也很可能不知道它叫什么 就是我手里的这只 它的外形非常的奇特 长得既像蜜蜂又像苍蝇 下面我们就把它放大看一下 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它 现在是把它放大200倍的样子 看起来是不是非常像蜜蜂呀 跟蜜蜂一样 同样又有黄黑色的斑纹 但是它跟蜜蜂没有一点关系 反而跟苍蝇是亲戚 它的学名叫做果石鹰 属于双赤木石鹰科 繁殖能力非常强 专门破坏快成熟的瓜果 比如羊桃 芒果 柑橘 荔枝等200多种瓜果 中年可见其危害 并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 另外可以看到 在它的尾部有一根非常细长的针 但不是用来遮人的 这只是它的产卵器 它会把针扎入瓜果内 然后卵通过针产于瓜果内 因此它产的卵我们难以发现 等到卵孵出幼虫 幼虫开始注视瓜果肉 造成瓜果逐步变黄 而后开始腐烂变臭 即使不腐烂 刺伤处凝结的硫胶 畸形下陷 瓜果皮硬实 胃苦涩 严重影响瓜果的品质和产量 因此果石鹰是亚洲太平洋地区 原意作物果石的重要害虫 只有充分了解果石鹰生态与习性 才能有效做出适当的防治措施 确保耕作收益 通过刚才的观察和介绍 我们知道了 这种既像蜜蜂又像苍蝇的昆虫 叫做果石鹰 是专门破坏瓜果的一种害虫 每每到瓜果成熟快要丰收的时候 它就来搞破坏 所以说农民们非常的痛恨它 因此下次如果有机会 你刚好碰到了它 我想你应该已经知道 该怎么对付它了 一巴掌拍死啊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我的视频 麻烦给我点个赞加关注 如果你想看其他什么东西的话 可以在评论区里面告诉我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